是一種獨特的藝術 不是每人都能接受到 其他的商業機構都會歧視 他們會覺得你去申請卡機 你這行可能不太信得過和 我去找店舖時 有些業主會不租給我這行 由於被視為另類的行業 所以香港的紋身師傅不多 Joey屬少數其中一個 幾年前偶然在紐西蘭 接觸到紋身這門藝術 改變了她對紋身的看法 見到當地的紋身店 都是開在商場地鋪的地方 比較開放 不會像香港那樣 全部上樓躲起來 平時一般人不會見到的地方 我就開始引起了我的興趣 原來其實紋身 都可以是很公開的一件事 她說為了學這門手藝 摸了很多次門釘 因為在市面上 沒有正式的課程教授紋身 所以除了一塊師學藝之外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途徑 她自己曾經試過透過互聯網 找資料學紋身 但幫助不大 我就去上網搜尋 怎樣可以學紋身呢 其實就發現了 美國很多一些自學課程 放上網買 我有買過的 即那些DVD課程 我發覺是不行的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其實也沒有一個人在旁邊 告訴我要做什麼 機緣口合 認識了一位專寫紋身學的作家 經她的介紹 遭回一個人遠赴泰國、法國、德國 北京等等的地方 尋求各國著名紋身師傅指教 最終學成回港、自立門戶 不過香港可以購買的紋身用具不多 所以大部分都是上網買回來 她這間店就花費超過20萬 市場上 可供同類型的紋身服務不多 所以收入都挺可觀 而每小時為收費標準 由幾百至過千元不等 現在新式的紋身是很個人化的 也會有很個人的設計 其實是很難去定價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計法都會在 到時問多久就收多久錢 這也是一個國際化的計法 原來紋身可以分為舊式和新式兩種 舊式紋身是有特定的圖案給客人選擇 紋身師只需要跟隨圖案而填上顏色 同一個圖案可能已經用過上千次 相反,新式紋身就很不同 紋身師會因應客人的要求 而度身訂造一個獨一無二的圖案 客人認為滿意才決定紋身 例如這幅 客人本身自己已經想要一個瘋狂 是代表了他過度身的紋身 他當時是因為有生癌症 所以他後面會想有一個代表生癌的符號 火鳳王是代表他的重生 要設計出好的紋身 熟練的繪畫技巧當然不少 但要把圖案擺放在人體上哪個部位才叫美 原來又是另一門學問 有一些客人很喜歡在肚腩上畫一些圓形 或者半圓形的字 譬如寫一排字 當他寫一排字的符號 其實他當時未必有肚腩 但將來他保持不到身體的時候 他有肚腩的時候 他那一排的圖案 無論是字也好 圖案也好 或者是一些圖形也好 都會嚴重地突出了肚腩 是更加圓圓的 譬如為了避免這些… 因為其實紋身不是給你當時的年用 紋身其實是跟你一輩子 所以需要幫客人計劃他打後的日子 怎樣可以長清紋身 一針一針地刺入皮膚 紋身先難免會接觸到客人的血 所以紋身的過程需要額外小心 要做足防禦措施 避免透過血液 感染到像愛滋病或肝炎等傳染病毒 而紋身的儀器更需要經過徹底的清潔 這個高溫高壓消毒櫃 就跟平時醫院所用的消毒儀器一樣 我們是直接在客人皮膚上工作 皮膚底層發生甚麼事 去過循環 還有會有衛生消毒的知識 因為我們的工具是一定要消毒 我們會碰血 有一批工具會像醫生的手術用具一樣 需要經過嚴格的高溫高壓消毒 紋身涉及的學問繁多 Joey花了接近兩年的時間 逐一將她對紋身的了解 寫成一本紋身教科書 並開辦自己的紋身課程 課程暫定為四個級別 由基礎進階至高級課程 被有興趣的人士報道 她強調繪畫技巧固然重要 但人的品格更加是技巧之上 你對人是一輩子的責任 你不是說她文壞了 以後就改回 有時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她這個創新而大膽的舉動 被有線新聞網絡CNN頒發為 對香港有貢獻的頭二十名二本人物 下一步她在計劃的 是紋身課程發展成熟之後 帶到英國發展 希望與當地的紋身師交流 並合作成立全球首個 受國際認可的紋身專業文憑 寂新工作時 明珠金 鴛 ,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